岁月匆匆,人生如梦,当我们跨入中年的门槛,回顾过去,不禁感慨万千,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追求过,奋斗过,成功过,也失败过。 然而,真正能让我们在中年阶段豁然开朗,路越走越宽的,是懂得看淡这三样身外之物。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共同追寻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谢订阅。 看淡钱财,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家们一直倡导的一种生活态度,钱财固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过分追求和执着于钱财。 往往会让人丧失理智,做出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最终反而会失去钱财,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诉书中的败墨败于多斯,就是提醒我们,以权谋私事败坏事情的最大原因。 而这样的行为,往往是出于对钱财的过分执着。 在现代社会,这样的例子依然屡见不鲜,许多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逐渐忽视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为了谋取更多的钱财,不惜做出背信弃义,欺骗他人的事情。 这样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让他们获得一定的利益。 但长远来看,却往往会给他们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对于钱财,我们应该抱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我们生活在一个务实社会,需要用钱的地方确实很多,但我们也应该明白,钱财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过于看重钱财,只会让我们陷入无尽的烦恼和压力中。 我们应该学会看待钱财,理性地对待生活中的各种诱惑,坚守道德和法律底线,做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 在许多影视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比如在《人民的名义》中,齐同伟就是一个过分看重钱财的典型例子。 他为了谋取更多的财富,不惜以权谋私,甚至背叛了自己的良知和信仰。 最终,他不仅失去了财富,更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生命。 这样的例子,应该引起我们对钱财的深思。 总的来说,看淡钱财,不是让我们不重视钱财,而是让我们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钱财。 我们应该明白,钱财固然重要,但道德,良知和尊严同样重要。 只有当我们能够理性地对待钱财,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和幸福。 看淡名裂,诉书中的《寂寞即于知足》这句话, 实际上是在教导我们,要获得吉祥和平安的生活。 就需要知足和知智。 看淡名利,这和我国的老化《知足者常乐》是一样的道理。 过多的欲望和过度的追求名合力,只能带来虚荣。 而这种虚荣将会带来未来的羞辱和痛苦、灾难和灾祸。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为了追求名利、地位, 甚至不顾自身的安全,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知足不仅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品行。 品行高尚的人,心态就会平和,而贪欲不止的人,心境就会浮躁。 这就是诉书中为什么要说《寂寞即于知足》。 它是在告诫我们,为了你和你的亲人的吉祥平安, 也为了你能善始善终,所以你必须知足,知之。 在很多的影视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节, 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她虽然出生于权贵之家,但她并不追求名利。 她看淡世俗的纷争,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她曾经说过,世上美人多矣,美如花者更多矣, 以我看来,以心取美者,方为真美。 这就是她对名利的看淡,对内心的知足。 又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她虽然有强大的能力, 可以轻易地获得名利,但她却选择了看淡名利, 帮助唐僧取经,她追求的是内心的修行, 而不是外在的名利。 这些影视剧中的情节,都在告诉我们, 看淡名利,知足常乐,才是人生的真谛。 看淡社交 看淡社交,享受独处,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也是一种人生智慧,我们常常被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困扰, 为了融入某个圈子,为了取悦他人, 而忽略了自我,活得很累。 然而,人到中年,我们应该明白, 生活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我们应该学会看淡无效的社交圈。 不去强容那些挤不进去的圈子, 而是选择独处,做一个简单的人, 这样才能活得更加自在。 在影视剧《都挺好》中, 苏明玉就是一个看淡社交, 享受独处的人, 她从不强迫自己融入任何圈子, 也不去在意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 她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她的生活简单而充实, 她的内心平静而坚定, 她知道,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活出自我, 活出自己的价值。 在《欢乐颂》中, 安迪也是一个看淡社交的人, 她虽然身处复杂的金融圈, 但她从不强迫自己融入任何圈子, 也不去在意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 她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专注于自己的学习, 她的生活简单而充实, 她的内心平静而坚定, 她知道,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活出自我, 活出自己的价值。 这些影视剧中的角色, 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们教会我们, 看淡社交, 享受独处, 不是孤独, 不是孤立, 而是自我, 是自由, 只有当我们学会看淡社交, 享受独处时, 我们才能真正地活出自我, 活出自己的价值。 老话也说, 读书可以明智, 真正明智和善于成功的人, 都懂得从过去的事情中, 找到未来, 自己想要的道理, 这是让自己少走弯路, 快速达到自己目的, 最省力的方式。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就需要学会舍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 从而使我们的内心更加纯净, 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正如我国古代名言读书可以明智所说, 通过阅读和学习, 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 找到未来的方向和道理, 避免走弯路, 更快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学会舍弃, 专注于内心的成长和提升, 是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顺, 实现快乐和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审视自己内心的需求, 勇敢地舍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 从而让我们的后半辈子越走越顺。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通过舍弃一些物质和精神上的负担, 来实现内心的轻松和愉快。 例如, 我们可以舍弃那些对我们无意的社交活动, 专注于与那些真正值得我们交往的人建立深厚的友谊, 我们还可以舍弃那些过于繁琐的日常琐事。 通过提高自己的生活效率, 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 用于提升自己的技能和兴趣爱好。 在岁月的河流中, 我们渐行渐远, 却也逐渐明白生活的真谛。 中年的我们, 更应该以明智和善于成功的态度, 从过去的经历中寻找到那些宝贵的教训和启示, 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 更快地达到自己的目标, 节省无谓的努力。 我们应该学会, 以一颗宽容的心, 面对过去的错误和失败。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曲折和挫折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看重过去的失败和错误, 只会让我们沉浸于懊悔和自责中。 束缚住前进的脚步, 相反, 我们需要用一颗宽容的心对待过去, 将其视为宝贵的人生经验, 吸取教训, 不再重蹈覆辙, 从而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们应该学会, 真实当下的生活, 懂得如何创造和享受当下的幸福, 中年是生活的重要阶段, 可能面临着各种家庭和事业的压力, 但同时也应该明白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要学会放慢脚步, 关注家人和朋友的需求, 与他们共同分享快乐和感受温暖。 同时, 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追求内在的平静和满足, 只有真实当下的生活, 我们才能更好地创造自己的幸福。 最后, 我们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态度, 勇于面对未来的挑战和变化, 中年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或放弃追求梦想。 相反, 正是在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积累更多的阅历和智慧, 为自己的梦想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我们要学会适应变化, 勇于接受新的挑战, 持续追求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只有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 我们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未来的成功。 总的来说, 借鉴古人的智慧与经验。 我们要看淡钱财, 看淡名利, 看淡社交, 这样的生活态度将让我们追求内心的平静和真实, 活出真正的自己。 中年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让我们拥抱幸福, 从容地迈进未来的日子, 愿我们都能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 收获更多的智慧和成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